红烧鱼的做法 准备食材 鱼 山西老陈醋 豆瓣酱 鸡精 葱 姜 蒜 糖 淀粉 1.把鱼斩砂清洗干净 在鱼的两面分别打上十字花刀 处理好后用料酒腌制4-5分钟 再用淀粉均匀裹满鱼身 2.起锅开火倒入半锅油 油烧热冒烟后 把鱼放入正反面各炸至2-3分钟左右 3.另起锅 往锅内放入少许油 姜末 蒜末 豆瓣酱炒出香味 往锅内加入凉碗水后放好炸好的鱼 中火煮沸7-8分钟 4.把鱼捞出来装盘 保留汤汁 香醋 淀粉 糖 对成之后 与芹菜 盐和鸡精一起放入锅内熬1分钟左右 取出料汁淋在鱼身上 5.最后在鱼身上均匀撒上葱花 就可以制作出色香味美的红烧鱼 接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